美中台 美中台是不是出現非常微妙的變化 今天為您邀請到旅美的政治評論家陳破寇老師 旅美的知名作家陳破寇老師來到我們現場 波老師我想請教 蔡英文總統即將要出訪 在出訪當中我們也看到他這次的行程很有意思 蔡英文總統從12號7月12號展開自由民主永續之旅 他的7月11號出訪有加勒比海四個友邦 這是蔡英文總統任內第七次出訪 外交部特別強調定調叫做自由民主永續之旅 主要是因為深化跟加勒比海友邦的連結跟友喊關係 但是我們仔細推敲他7月11號到22號出訪 12天11夜過境美國的城市分別包括有紐約有丹佛 而來回停留四個晚上 來 潘老師怎麼樣看最近的臺美之間的互動 包括美壽臺M1A處的戰車案 據說美方最近也會正式宣布 怎麼看呢 我想蔡英文總統這次訪問美國有重大的意義 這個意義不在於他訪問的這些邦交國 重大的意義就是過境美國 而過境美國我們知道有三個層次 一個層次說過境夏威夷 過境夏威夷有交通上的便利 從此又順道訪問美國的意思 那麼再一個第二層 再高一層就是過境美國的西岸城市 比如說洛杉磯或者舊金山 像上次蔡英文總統去洛杉磯 那這就是美國的大陸的部分 那就是美國的深入到美國的國土 那麼再高一個層次就是美國的東岸 因為美國的東岸是政治中心 像紐約是聯合國所在地 是美國的第一大城市 是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 金融中心 那麼華盛頓當然是首都 已經由陸委會主委到了華盛頓 在那邊跟智庫互動 所以蔡英文這次上升到的第三個城市 就是到美國的東岸去訪問 以總統的身份 她以前曾經以候選人 或者其他身份可能去過紐約 但這次去紐約是以台灣總統的身份 具有重大的意義 所以說看點不在她訪問的國家 看點在美國 而在美國裡面看點 我認為不在公開的行程 又在於不公開的行程 我認為根據川普的性格 川普總統非典型 非傳統 非建制派這樣一個性格的話 任何出奇的大膽的舉動都可能發生 也就是說蔡英文才過境紐約的時候 有可能秘密會見到美國的重要人士 重量級人士 但這個行程恐怕不會公開 那麼甚至我大膽的推斷 甚至連川普總統本身跟蔡英文總統秘密會見 都有可能根據川普的性格 我前幾天說到她有可能在寒潮邊境 突然見到金澤恩 結果我遇見對了幾天之後 她果然是那樣了 那麼但是這個 如果她見到了蔡英文總統的話 我們不會公佈 那是美台的重大事件 但是會多年之後 多年之後外交電文解密之後 突然發現當年美國總統也會見 台灣總統是秘密會見 這極有可能發生 我認為大概率事件 這才是一個重點 那麼這個 不管這些事情發生或不發生 和外在的和內在的結合起來的話 這是美台關係的一個重大的一個轉折點 一個提升點 這個提升點就體現在前不久 六月底的時候 美國的參議院以壓倒多數 通過了2020年的這個國防授權法案 而這個國防授權法案 被整個國際社會普遍解讀 第一有利的就是台灣 有利的就是美台關係 它比2019年的國防法案 又更近了一步 不僅繼續的確認這個美台關係法 對台灣旅行法 還有這個這個雙方的這個六項保證 而且呢非常具體的明確的說了一些事情 比如說要求美國的國防部 跟台灣有定期的交流 並且美國的軍艦必須定期的巡航台灣海峽 以確保這個安全和航行自由 另外特別的提到軍售的部分 要繼續的保持對台灣的軍售 另外呢還明確提到像醫療船 要跟台灣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至少是醫療船這個級別以上 而醫療船的話完全可以是軍事的醫療船 所以說這個法案還要送交眾議院 之後還有美國總統批准 那麼這都是美台關係的提升 就在這個時候呢 我聽到一些傳聞 說在G20峰會大阪峰會的時候呢 有一些傳聞說為了雙方的談判成功 說是這個財政部長暫時叫停了說 對台灣的軍售 或者是對台灣的一些措施要暫緩一下 那麼我認為那樣的這個消息也不太落實 另外即便有那樣的消息的話 他只是做給習近平的一個樣子 事先事後而已 但是我所知道這些軍售在緊鑼密鼓的進行 其實也包括我們上次談的M1 A2這種戰車 叫彪漢地表最強的戰車 這種坦克在這個進行中 另外就是新F16戰機 新F16戰機66架 這是非常從數量上到質量上到機型上 都是非常先進而強大的 這些都在進行中 而這個進行中 他作為蔡英文總統去美國訪問 過緊美國 然後事實上是對美國的一個非正式訪問 在這個時候 這些軍備在進行中 可以說是顯示美太關係強大的提升 同時這個大家不要以為 這個美國在打什麼台灣牌 沒有什麼牌可言 今天對在從美國的這個華府 到美國的國會山莊 到從參議院到中議院 到民主黨的共和黨 最大的共識就是如何對待這個共產中國 而美國把中國已經當最大的敵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 根本不是台灣打不打牌的問題 是完全是一個國際陣線的分野 就跟當年的美蘇冷戰一樣 今年的美中冷戰 台灣作為民主社會 作為民主國家 是文明事件不可分割的一員 而台灣作為第一島鏈上的一個堅實的一個堡壘 也是文明事件不可分割的一員 所以說台灣跟美國的緊密關係 只會不斷的提升 而絲毫不會受了削弱 是 美中台是不是出現微妙的變化 來自於國際媒體當中說 川普政府計劃均售給台灣66架最新的F16戰機 而且預計應該是在8月份會有重大的進展 不過我們聽到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耿爽 他也說要求美方停止售台武器 跟這個美台均是認可的聯繫 當然我們國防部事實上在3月份已經證實 我們的確向美方提出這個採購的需求 但是沒有詳加去說明 其實從整體的發展裡頭不止於此 售台的M1A2的戰車這個案子 最近應該也會程序完成之後做出重大的宣佈 美中台很顯然已經出現非常微妙的變化 非常謝謝破口老師 如果海內衛的觀眾朋友 你持續關注在整個動態的同時 陳破文老師帶來權威第一手消息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不要忘了進行訂閱 透過了按讚跟分享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話 透過了QR Code 在掃描畫面當中的QR Code 進行訂閱新台灣加油頻道 你可以隨時掌握我們的資訊 跟最新影片不會漏階喔 我們謝謝 我們下週再會了 拜拜 我們下週再次認識 我們下週再次查看 我們下週再次查看